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十一号分别到上海和浙江 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 在纪念馆宣示厅的党期前 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央政令局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习近平强调 只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中央军委主席 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 三号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他强调 要从军委做起 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带领人民军队真正做到能打仗 打胜仗 担当其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被西班牙通缉的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一格德蒙特以及四名前官员 五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向警方投案 他们五人在西班牙面临叛乱和劳用公款等控罪 但他们拒绝回国应讯 比利时法官批准有条件释放五人 但规定他们必须亲自出席所有聆讯 且不能擅自离境 法官随后将决定是否将他们引渡回西班牙 但整个引渡聆讯过程可能虚实超过60天 普一格德蒙特所属的加泰民主党已经推举他带领党派出战12月21号的加泰一会选举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二号到访若开邦西部地区 这已是他2015年胜出选举以及罗兴亚危机爆发以来首都到访此地 昂山此次为期一天的访问事前并没有公开 他带同20名官员 军官和警察前往罗兴亚穆斯林的区区地孟都 并听取了当地居民的申诉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就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镇压罗兴亚人的缅甸军方 昂山也在9月一次演说中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谴责 但未响应外界有关种族清洗的指控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国歌法以附件三形式纳入基本法 在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既日生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今年9月通过国歌法 规定唱国歌时应当肃立举止庄重 如果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 在内地可被公安处以刑事拘留15天以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响应表示 会根据基本法第18条透过合适的本地立法将国歌法在香港实施 国歌法是全国性的法律 那么在香港实施呢 需要香港特区以自行立法的这个方式 让它在香港也实施 那么这个问题在香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在香港的最近几年啊 包括这个今年以来 甚至到上个月十月份 还出现过在香港球队与外国球队比赛的时候呢 比赛前在球场要这个演奏双方的国歌 那么有一些这个香港的球迷啊 就这个虚国歌啊 或者把背对着这个国歌 做出了这个很明显的做出了对国歌 不尊重国歌甚至是侮辱国歌的这个行为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在过去好像是没有办法管啊 因为香港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 那么现在呢 国歌法在香港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的这个立法程序之后呢 就要成为香港的这个法律 那么以前有人可能会认为啊 我就是这样做 你拿我没有办法啊 或者也有人说这个法不责重啊 因为一个球场可能有这个几千个球迷在看球 那么其中可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个球迷 他们做出了这个不尊重国歌 甚至侮辱国歌和国旗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时候 那么怎么去处理他们呢 那么过去的事情可能也就算了 但是在香港啊 无论是政府还是这个民间 大家都很喜欢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那么所以国歌法 它一旦列入成为这个香港的法律之后 成为基本法的这个附件之后 那么大家都要遵守 而且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的呢 就要受到相应的这个惩处 那么其实当然香港在香港 虽然说是一个法治社会 但有一些事情啊 违法的这些事情要纠正起来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比方说这个去年春节期间 在香港发生的旺角的这个暴动案件 参加的人也不少 也有数百名的这个暴徒 但是香港警方不是没有办法 第一呢 香港警方在当时在这个暴乱的现场 他们就这个留取了大量的这个证据 视频的这个证据 那么这个以后呢 都可以作为起诉的 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那我想类似在球场出现的 这种侮辱国歌或者国旗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呢 警方应该也有类似的这个办法 虽然你不可能一次这个处罚这么多人 但是他总有一些骨干分子 或者总有一些 反正警方他有办法留下证据 那么留下证据以后呢 就可以来起诉 就可以根据相关的一个法律呢 来定他们的这个罪 那我想这个最主要是 起一个震慑的这个作用 因为尊重这个中国 作为我们说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个一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尊重这个国家 和他相应的这个象征 我们说像国歌国旗国徽 那么这是每一个公民 包括每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这个公民 那么这是应有之意 你不能去侮辱这个国家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 他能够解决的是法律问题 是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 有些人的这个思想问题 是不可能用法律来解决的 这个道理大家当然都明白 但是有法律跟没有法律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特别在香港 国歌法在香港的这个立法程序 还没有开始啊 但是相信很快 那么就要开始这个启动了 我也注意到 那么有些媒体也在冷嘲热风 但是我想不管 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不喜欢 他不仅是不喜欢国歌 不仅不喜欢国旗 他们就不喜欢这个国家 那不喜欢这个国家是你的事情 但是像这个对待国歌啊 国旗国徽类似这样的一种 实际上就是对待这个国家的 有了法律的这个设置之后 立了法之后 那么大家都要遵守这个法律 而违法者呢 就会依法受到处罚 这是一件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相信立了法之后呢 他就能够改变香港社会 政治生态当中那些不健康的这个倾向 时时亮亮点十周年专题节目 本月的主题是汉字古今谈 本星期的主题是甲骨文与象形文字 九月下旬在河南省的安阳市 举行了一次国际汉字大会 安阳正是甲骨文的故乡 这次大会呢 让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重新开始关注汉字 因为在国际上啊 人们公认汉字是最难学习的一种文字 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 比方说英语 我们知道掌握了26个字母 它的基本读法 那么掌握了英语的这个语文啊 我们说特别是这个语法的这个规律 那么经过逐步的这个学习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世界各国的人来说都是一样 掌握类似像英语这样的一种这个拼音文字 它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汉语就不同 汉字 因为汉字它是象形的文字 我们的先人在古代 当他们在这个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 把这个包括这个自然的这个现象 他们用一种简单的这个图画 把它刻在甲骨上面 就是这个规背上面的时候呢 就形成了最早的甲骨文 这也是最早的汉字 那么汉字呢 从甲骨文到这个经文 经子的经文 这个发展到了这个秦汉时期 又形成了这个转体文 转文 那么这个转文后来演变 就是到今天的这个汉字 汉字的这个数量 其实相当庞大 在清朝的时候 康熙字典这个收集了 四万七千个汉字 这个当时在世界上 就是一个惊人的这个数字 但是今天汉语大字典 收集的这个汉字呢 已经超过了六万个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的人 是不需要 也不可能掌握六万个汉字 语文学家们都说 我们只要掌握了 三千个常用的汉字 那么一般的工作 学习 生活 就都没有问题 那么汉字呢 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在五四的时候 当时的一些这个 早期的一些改革者们 他们认为 相比于西方的这些拼音文字 汉字显得落后了 所以他们这个提倡 要废除汉字 但是汉字是废除不了 因为中国从古代到现在 大量的这个文化典籍 历史 它都是由汉字把它记载下来的 所以汉字 它是中华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载体 这个载体 这个对于中华民族未来这个发展呢 也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汉字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在电脑时代啊 我们看到这个如何让电脑也可以输入汉字 那么虽然以前也有过类似像这个部首的这个输入法等等 但是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 就提好的就解决了问题 因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国际音标来制定 那么它使得这个刚刚开始学习汉字的人 不管是中国的小孩子 还是这个外国的这个学生 他们可以通过国际音标来这个拼读汉字 而且这个也可以轻易的 就让汉字拼音的这个汉字呢 轻易的就可以进入这个电脑的这个系统 完全的解决了电脑里面汉字输入难的问题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这个古老的汉字 它所保存的这种特点 一方面它能够保存古老的文化 但是同时呢 它又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二十一世纪 成为网络时代和电脑时代 人们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么也使得更多的外国人 也越来越开始注重学习汉字 学习中国的文化 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们要探讨的是 美国的通俄门事件深入调查 川普高度的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他任内的首次亚洲行 但在美国国内 通俄门的调查也没有消停 美国司法部独立检察官米勒 在10月30号起诉三人 全是总统特朗普的前助手 其中包括特朗普前竞选主任马纳福特 他被揭发与俄罗斯的关系非比寻常 他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涉嫌企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鸣亲信 汇报大选选情为自己捞好处 马纳福特已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到联邦调查局 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自首 同时被控的还有马纳福特的商业合伙人盖茨 他被指试图影响美国主流媒体 为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建立正面形象 更曾安排亲俄乌克兰高官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会面 而盖茨可能会在压力下成为污点证人 此次被控的还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另一前成员 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佐普洛斯 他已约10月5号认罪 承认向联邦调查局做虚假陈述 隐瞒他去年曾多次会见 声称可提供希拉里黑材料的俄罗斯人 并把这些资讯向特朗普竞选团队转达 对于马纳福特和盖茨被控密谋反美 洗钱等时相控罪 以及帕帕佐普洛斯向联邦调查局说谎 白宫回应称 这一系列事件均与特朗普竞选无关 川普总统正在开展他的亚洲之行 目前还在日本 那么美国媒体报道说 他在出发之前 由于通俄门事件的深入调查 使他夜不能寐 虽然可能还不至于夜不能寐 但是他很早就醒来 就守着电视 看着这个电视里面 因为那最近几天 美国的电视台铺天盖地的都是有关通俄门事件的爆炒 都是有关特别检察官米勒的最新的这些动作 最新的动作还包括我们看只做了23天的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那么也已经被指控了 那么另外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女婿库斯纳很可能也是下一个被指控的这个目标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 这个川普的这个至少是因为这个女婿也好 弗林也好 还是刚才说到的那三位人士也好呢 他们都是去年这个川普竞选团队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人物 那么这些人里面啊 或者还有一些还没有浮出水面 但是已经进入了这个米勒这个调查名单的人里面呢 肯定有人是跟俄罗斯方面是有密切联系的 那么这个事件这个如果进入了这个司法程序 最后有人被定罪的话 那么他对于美国政治的这个影响是可想而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啊 川普倒是这几天已经不在推特上面愤怒的这个做出反应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态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也不是他这个用情绪化的这个表达所能够反击的 当然他肯定有他这个算盘 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关于通俄门的 美国这个通俄门这个调查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涉及到乌克兰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 现在的这个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总统跟俄罗斯的关系 可以说是这个狮同水火啊 不共戴天 但这里面涉及到的 原来的这个乌克兰总统亚努科威奇 还有乌克兰原来的一些一个亲俄政党 他们却是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 和这个莫斯科之间这个联系里面呢 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这是过去人们这个没有 没有能够这个人们所不知道的 这里所以这里这里面这个深入一个调查以后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事情 后来虽然这个真相也许无法大白 但是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川普的这个竞选团队里面 有人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同时我一直认为 虽然俄罗斯方面是有动机 也有能力去介入美国的这个大选的 但是美国大选结果并不是由俄罗斯方面来主导 如果这样讲的话 他就是在侮辱美国选民的这个智慧 毕竟是由美国选民当中这个多数 选择了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 也就是这个川普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想我们也应该看到的就是 其实啊 这个如果说这个川普这个阵营有反击的话 或者说毕竟美国这个社会 美国这个现在社会这个撕裂 也是相当这个明显的这个事情 那么最近又美国媒体揭露出来的 其实呢这个民主党 特别是这个克林顿夫妇 他们也跟俄罗斯方面 有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 比方说在这个克林顿这个当总统的时候 曾经有一家美国的很重要的这个 从事右矿开发的这个公司 被俄罗斯这个购买了 而这个事情呢 是要得到这个克林顿总统本人的这个批准的 克林顿这个任职其满之后呢 他成立了这个克林顿基金会 那么这个基金会里面呢 克林顿本人 还有希拉里克林顿呢 都在里面 这个当然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方面 通过各种渠道 向这个克林顿基金会 这个捐献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金钱 那么这个事情现在也爆发 也暴露出来以后呢 那么就使人们看到这个所谓通俄门 它并不是只限于这个川普 并不是只限于共和党这边的 实际上这个民主党这边 同样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而关于这个克林顿基金会 通俄的这个情况呢 还只是刚刚这个浮出水面 那么未来呢 这个所以从这个亲共和党的这个媒体 他们肯定会要求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 那么既然你们要调查通俄的事情 那么民主党那方面的通俄事件 是不是也要调查呢 那么随着这些事情的这个深入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通俄的这个水 可以说是越来越浑 它不仅是这个共和党 不仅是这个川普 这个涉及到这一滩的这个浑水 民主党也涉及到了这一滩的浑水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上礼拜我们讲到的这个JFK 就是约翰·肯尼迪的这个被刺的这个案件 因为里面的这个嫌犯 比方说是奥斯华尔德 他这个曾经在这个苏联居住过 他后来又曾经到过古巴 那么所以呢 在有关肯尼迪这个刺杀案的这个阴谋论里面呢 这个苏联和古巴都是很重要 似乎都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只是呢一直是没有确定的这个证据 一直没有办法这个确凿的这个证明 但是他还是留下了疑云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冷战的这个岁月来说 这个当时这个苏联和古巴呢 他们确实是有这个动机的 但是有动机 他不一定 就算有动机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怎么去证明他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同样也是如此 就是这个 不管是这个川普 还是这个希腊里科林顿 他们为什么会通俄 俄罗斯又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试图影响 这些美国政坛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特别是啊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这个当选之后呢 他一直想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通俄门却使得他无法实现 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提出的这个承诺 好的 那么再过几天呢 这个亚太金和组织的这个领袖们 就会在越南的这个宪港啊 这个开一次这个今年度的这个峰会 那么届时呢 那个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方面都有消息传出来的 俄罗斯和美国的总统也就是这个普京和这个川普 是很有可能在香港再次开会的 那么因为从发展两国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来说 两国总统的会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这个但是对于川普来说 他仍然要面对的就是 在美国这个已经呈现出一种 对俄罗斯好像是这个猎巫啊 巫就是巫 这个巫婆的巫 美国历史上有种猎巫的这个文化 凡是沾上了俄罗斯好像就跟沾上了巫婆一样的 这么这么一种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气氛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气氛当中 一方面通用门的一个调查还在这个深入 而且也涉及到了这个民主党 但是同时呢 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的话 这个美俄两国高层 他还是要保持接触的 所以接下来我想大家都会 很有兴趣的就是这个川普和这个普京 会不会在越南的这个县港 这个县港也是当年越战的时候 他原来是属于南越的嘛 也是这个当时美军介入这个越南战争的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海空军的这个基地 那么如今他会不会成为 仍然是处于这个冷淡关系中的 这个美俄两国元首会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关注 都会非常有兴趣 今天第三部分我们要聚焦的是 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三国元首聚会 谈到了国际南北走廊的问题 今年五月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举行 印度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中 唯一缺席的国家 对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警惕的印度 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 与中亚俄罗斯等的合作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六月 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订的有关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协议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最早由俄罗斯 印度和伊朗在2000年提出 企划通过水路交通方式 建立从南亚到欧洲的货运通道 缩短从印度洋到中亚 欧洲俄罗斯的运输距离 印度希望国内产业 可借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东风 扩大出口和投资 同时引进更多来自俄罗斯 中亚和伊朗的丰富油气资源 构建印度版的一带一路 同时地缘政治操盘老司机的俄罗斯 近期也密罗紧骨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抵达伊朗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 以及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举行三方会谈 这即2016年8月后 三国领导人再次举行会谈 接连印度 中亚 伊朗 高加索 俄罗斯及欧洲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也呈此次三国讨论的焦点 上星期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疆 这三国元首举行的一个峰会 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离海峰会 因为离海沿岸的国家不止这三国 但是这三国现在是经由 所谓的国际南北通道 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我注意到我们的凤凰卫视 驻印度的记者尤子威 以及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 最近都有这方面报道 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构思了 已经有构思酝酿了十几年 但是现在看来呢 这个国际南北走廊呢 有可能就开始进入一个实施的阶段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值得关注的是 当然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俄罗斯 这个都是相关的国家 特别是印度 印度非常明显的是 针对着一带一路 或者说他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带一路 那么印度方面 为什么不喜欢一带一路呢 这个原因我想倒也不是说 他要跟中国作对 而是跟克什米尔问题有关的 因为这个中巴经济走廊 这也是这个一带一路 我们说是这个丝绸之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它是穿越了 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占领区的 那么但是印度认为 那个地区本来就是属于印度的 或者说至少是印巴之间有争议的 但是现在这个中巴经济走廊 然后这个中巴公路 穿越了这个巴蜀的 就是克什米尔的这个巴基斯坦控制区的话 那么等于是对印度权益的一个侵犯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讲过 那就是印度也从来不掩饰 它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 这样的一种雄心 所以它对于目前中国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呢 它是很警惕的 那么如今呢 由于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这个利益 但是这种利益可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你从地理上来看的话 国际南北走廊 它是这个 它跟这个丝绸之路 或者说跟海上丝绸之路相比的话 它也有它这个优势 那么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域外的国家 就是日本对于这条国际南北走廊呢 有高度的这个兴趣 日本也愿意在这个经济上这个投资 或者说你如果排除这种竞争 或者这个所谓这个遏制的这个这些目的来不说的话 那么这个南北经济走廊呢 它对于这个石油的这个运输啊 肯定对于日本来说呢 它也是有利可图的 也是它所需要的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这个因为你看相关的这个方面啊 直接设计的方面 因为印度方面认为 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瓜达尔港 它是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么它也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 在巴基斯坦的这个终点 瓜达尔港的这个战略地位 经济地位都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印度方面呢 认为瓜达尔港的这个安全形势很显恶 这个当然也是事实 因为瓜达尔港曾经多次发生过这种恐怖袭击啊 那么现在瓜达尔港的这个建设呢 正在顺利的一个推进 那么一些西方记者最近都采访了这个瓜达尔港 认为说目前的这个进展已经相当神速 再过十年二十年的话 瓜达尔港就会成为这个印度洋 成为这个印度洋上的这个阿拉伯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 所以这些事态呢 恐怕对于印度也是一个刺激 那么印度提出的这个南 当然不是印度一个国家了 我们像这个印度伊朗 包括这个俄罗斯 包括这个阿塞拜疆 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目的 但是他们都希望建成这样一种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这条南北走廊呢 我觉得从主观上来说 除了印度之外的话 恐怕也不是纯心要跟这个一带一路来作对的 而是有他自己的这个考虑 所以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么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它和一带一路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这个世界这么大 我们说这个欧亚大陆也好 这个印度洋也好 这个波斯特湾也好 都是很大的 它不是它不是说只有一条通道 那这个才能够把它 谁也不可能只建一条通道 我就来垄断这条通道 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沿途 沿沿沿这个这条道路 或者沿着个走廊周边的这个国家 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那么同时呢 无论是这个一带一路 还是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它都是需要这个国际的这个多方面的 这个努力的 共同的这个参与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带一路它主要的这个首要的推动者 当然是中国 中国在各方面 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影响 在这个资金 在技术 还是在这个这个工程建设 这个力量方面 都是一个主导者 但是国际南北走廊呢 它现在涉及到这个几个国家 那么他们在这个比方说 你具体要怎么设计 怎么规划 这样的 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说它要这个 那然后这个具体这个出资 又是应该由谁来出资 怎么个出资法 那么这个走廊 它的这个水上的这个部分 和这个陆地上的部分 我觉得跟一带一路呢 它有重合的这个地方 或者说它有互补这个地方 但是它未来 如果它也一旦投入了一个运营 它成为一个现实 成为一个真正的 所谓国际这个南北走廊的话 那么它和一带一路之间 可能也会有竞争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个现象 那么一带一路 它不可能垄断 中国方面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要垄断这个欧亚大陆 或者是这个无论是陆地的 还是这个海洋上的这个运输 和这个基建的这个通道 那么所以呢 如果有了国际南北通道 这样的一个工程 尽管目前来看 它只是一个一亿中的一个工程 它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呢 我想它也有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 另一方面 从好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应该也是有一个互补的这个方面 因为俄罗斯方面一直是 在试图建立一个欧亚经济联盟 而这样的欧亚经济联盟 实际上就是以前苏联的几个国家 它并没有包括到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大部分 那么俄罗斯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设想 就是欧亚经济空间 它如何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能够更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我们到不久前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 也跟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 他们也谈到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我相信呢 未来这个中国一带一路 如何跟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能够有一个对接 那么这方面呢 我觉得俄罗斯和伊朗这方面 应该问题都不大 他们只要这个一带一路 跟他们是能够对接 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的话 他们肯定是不会反对的 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印度这方面 那么此外呢 就是在这个国际南北走廊 背后的这个推手就是日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第二个十年 甚至是第三个十年 这个随着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推进 那么国际间这种经济的政治的 甚至战略方面的这个博弈呢 它形成了一个新的 所谓这个big game 一个大的这个棋局 那么各方面呢 都在围绕着这个棋局 展开一种这个新的博弈 今天我们漫画的主角呢 是虚拟与现实的这个结合 我们看到的是 科林姆林宫的这个上空的三支火箭 其实那不是真的火箭 就是美国国会呢 正在调查美国互联网三大巨头 就是脸书 这个Twitter 还有谷歌 因为美国政府怀疑 他们呢 是被俄罗斯利用 干预了美国的这个大选 谢谢各位收看 时时亮亮点 我们下星期再见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 设计家